有时候当我们自以为遇上了苦苦追求的爱情 却发现跟自己曾经排斥的爱情没有什么不同 当冲动和爱都敲散后 剩下的不过就是赤若若原始欲望 二战期间的日本盛行着军国主义的浪潮 他们把效忠天王作为自己的使命和义务 生生恶杀了自己的自由和生命 战争的残酷还有无视精神 压抑的不仅仅是残酷的人性 还有他生日而来的原始欲望 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美貌多姿的原子奉父母之命和义公家相亲 在相亲宴上 原子对即将成为自己丈夫的义公充满了冷漠和疏离 然后义公却非常喜欢美貌的原子 还颇有讨好意味地告诉原子 为了给他一个富足的生活环境 他从比较低薪的文学专业 转进了高薪的理工科 可原子斯奥伯克基的指出 他只是想要逃避伏兵役 义公就是一个不具有英雄欺概的事情人而已 这显而易见的嫌弃 注定了 这将不是一段美好的婚姻 可是双方家长还是接力 处境了这段婚姻 原子在无声的抗议中 被迫从少女转为义公家的家庭主妇 也在同年 日本战败 民众从军国主义的家所中解放出来 可是落寞的原子却以为身上都说了一句 曾经我们为国家而活 那么今后 我们要为谁而活呢 然而不管原子想为谁而活 他始终都无法为自己而活 在家重复 出家重复 所有人都认为 这是一位女人一生该做的事情 新婚的原子 尽管十分排斥 这段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 但还是迫于世俗的压力 和愚公 相爱无事的生活 不久后 原子就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那儿子的出生 并没有改变这四季城城的生活 他仿佛一个没有烧发条的人偶 冷漠的 按部球般生活 对丈夫愚公 更是无欲无求 从来没有想过索取什么 从来 也没有想过给予什么 那儿越是如此 羽公就越不想放手 他依然百般疼爱 急需不断讨好原子 白天努力工作 晚上准时回家陪原子 无论原子如何冷漠 他始终都没有忘记 丈夫的职责 而住家前 就默默喜欢羽公的妹妹 实在 看不下去了 他翻住所有羽公 偷偷打听姐姐的信 他作为两个人沟通的桥梁 实实在在见证了 羽公的一片真心 可是原子 依旧不为所动 不爱 就神不爱 原子不愿意强迫自己去接受 生活一直就这样 平静地过下去 直到羽公带着原子 从家乡 到了京都出差 他们一起搬到了京都 住在上司月智的隔壁 而因为生病的原因 儿子 并没有一起带来 所以这天原子 外出打算找电话亭 打给母亲询问儿子的情况时 当他一个人走在街巷中的时候 回到撞到一对小情侣 正在拥吻 从未露出过笑容的原子 就在看到这一幕时 一款的笑开了 等他带着微笑 再看过去时 却惊讶地发现 小巷的对面 突然有一个男子 也在注视了这一幕 两个人通过年轻的小情侣 强视而笑 被惊动的小情侣 不好意思的手拉着手 准备离开了 而回到家的原子 再讲起来那位男子 正是羽工的上司 月智 他们和女房东 以及羽工 谈到刚刚创伤的那一幕 一共表现出直接的排斥 逢自光天化日之下 做如此有时优雅之事 可是月智的态度 却和羽工截然不同 他对这样的自由恋爱 充满了向往和赞叹 月智的想法 迎合了原子的内心 自由和爱情 是多么美丽的事物 这也是原子 一直想要追求的事物 他认为自己此刻 终于遇上了 真正充满自由的爱情 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愉悦 脸上了笑容 情不自禁地展现 就连龄俱佳的少年 总人在深夜打手风琴的音乐声 也变得不再那么喧叫了 羽工也感受到了原子的好心情 于是在夜晚 他趁着美好的气氛 向原子求爱时 原子却强硬地拒绝了 他的内心随着羽工的见解 而更加地抵触 第二天 因为闲着无视 原子便和乐智 女房东等人 打麻将消遣 在麻将戏上 原子和乐智的手 总为不经意地触碰 而每一次触碰时 原子都像被烫着手一样 立即缩回 内心蓬蓬蓬地跳着 女房东似乎看出了 其中的暧昧气氛 时不时地往两人身上看去 直到深夜 羽工带着些血动气 把原子拉了回来 并要求原子 以后不能再和他们一起 因为那个龙中夜魔的女房东 并不是一个中坏的女子 所以原子 便再也没有和他们一起 打麻将消遣 羽工说啥 原子就做啥 他一直都是这样生活 而以往的日子 总是乏味无趣 但如今每次早晨 和月智友好的打招呼 就足以为急 原子空虚的内心 但愉快地漫步在原野上 遇上了那个拉手风琴的少年 都坐下来 听他弹唱 此时的每一缕微风 每一寸软羊 都让他格外的舒适 渐渐地 他也越来越喜欢月智 同时 他越觉得应该和羽工 说清楚 中原子向羽工 坦白地自己喜欢月智的事实 羽工没有回应 只是再三地向原子确认 他告诉原子 其实月智一直和女房东 有着流域关系 并且多年来 从未断过 原子听完后 沉默不语 依然执意要和羽工离婚 他安慰自己 原子只是因为自己忙于工作 而感到寂寞 人在面对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实面前 总会想要逃避 借口 理由 总能复现出许多许多 可原子于日俱争的排斥 让羽工 无法再骗自己 得到消息的母亲和妹妹 也劝原子和羽工很好 这些家庭压力 让原子痛苦不堪 他既不愿意将就一份没有爱的婚姻 也不确定能否获得月智的爱 并且他亲眼看到女房东和原子清冷的画面后 都是心如死灰 突然他迷茫自己的选择时 那首风琴的少年走进他的家中 直接地表露对原子的身体渴求时 原子突然明白 或许曾经年少了月智 也这样渴求女性的身体吧 那么欲望 怎么会等同于爱呢 可在离开京都的这一天 原子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的爱 但是这样不离开后 讨厌月智 紧紧地和他拥抱在一起 激动地告诉他 自己 一直喜欢着他 而月智则紧紧回报原子 回应了原子的爱恋 从此 原子和羽工开始分居生活 他终于可以摆脱家的牢笼 为自己而活 他和月智的交往越来越频繁 那和月智学初间感到每一次 激情和欲望退去后 都是空洞无物 而月智和原子在一起时 始终没有和女房弄断的联系 只要最后一次亲密结束后 原子突然说到 那个事情发生多了 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他爱过月智 但等表面的爱剥落后 剩下的 却只有赤裸裸的心 听到这些的月智 深深地望了一眼原子 转身 拿了一塔钱给他 他说既然没有爱 那就要付钱了 原子没有钱 呆呆地挽着眼上的门 他半生都在寻求解放 可始终 葬送了爱情和自我 最后 原子去了母亲的葬礼 葬礼上的儿子 对自己充满了陌生 他为了追求自由和爱情 抛弃了一个身为母亲的责任 而此时妹妹 也如愿地和羽光在一起 原子对他们笑了笑 就转身离开 带着愧疚和担心的妹妹 跟着去询问原子 最近 过得是否还好 然后原子只留下一句话 就不了轻盈地离去 他说 我死后被粉燒之时 在洗白的骨灰中 被烧成下的 会不会只有我的某个器官呢 或许爱和躯地会消失殆尽 但欲望 却能永恒 片名 花心 何为爱 何为情 从古至今 依然没有答案 不管是古代还是如今 女生和男生 都依然还有很多人 无法自由恋爱 不是选择按照 世俗规定的生活轨迹去行走 就是选择 自己确定的方向 勇往直前 但都一定 会遇到同一件事 如人饮睡 冷暖自知 每个人看待爱情 看待生活 都是不一样的角度 我是少年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